好的 比赛开始了 这是中超联赛本赛级第28轮的一场较量 联赛排名第二的广东汉达淘宝在赌场迎战联赛领头羊 上海上岗 护尔克 这球分得不错 狐磊 横传 后点包抄并没有打上 阿兰 传进来 打门 打完地露上 扫林的这个 倒地的扫射打得这场很高 要不是严峻林用手掌拨一下的话 这个球就会进 这个球扑的票了 就是在这样高速度 高对抗的情况下 谁能保持冷静的那种头脑 伍尔克 给的不错 这是个单刀球 打门 真成了 这也是一个世界级的扑救 挡住了李文君的单刀射门 两个国家队的门将各自撤出了一次世界级的扑救 这个球呢 拔的线路非常的平 还是李文君在中路接到波尔克主发的角球 在门前把球撞进了对方的球门 加快了速度 李文君刚刚错失了一个单刀的机会 但是马上把握住了一次脚球的机会 他几乎是拿胸口把球给撞进去了 前点高林蹭了一下 这样的话 客场错诞的上海上岗队领先了 好 这个球 阿里斯卡进去里边 打门 又是严格林 非常漂亮的扑救 张连锤 传进来 投球 在前面差达了投球 但是挺高的 政治 阿里斯卡 李学鹏 传中球 投球 哇 这个球线路太漂亮了 是保利尼奥的投球 保利尼奥 这个比赛 选年又回来了 我们看啊 多如一球 进球队员 进球队员五个点啊 李学鹏在球输送到他的脚下的时候 其实防线已经被拉空了 他面前 防守虽然离他有点远 这球你看 保利尼奥 到底是拿头顶还是拿脸顶进的 这个球确实也是 但顶的确实太漂亮 门前有机会 打门 球进了 约位了 助理裁判 这个球应该是无效 助理裁判 举棋进球无效 丹格特 他示意通过视频助理回放之后 手球了 手球 是手球了 约翰超并没有约位 就这一下 就是左臂把手抛下来的 有机会 起脚打完 球进了 上海上港队再次领先 这个进球的应该是蔡惠康 蔡惠康 这个球是张临鹏解围的时候 这个球顶的位置 不好 这个球看 张临鹏 他是正好把球顶在了防守的真空区 蔡惠康打的也还是很聪明 有一个脚腕的变化 就从人缝里头钻了进去 感觉这一下 有点像胡尔克 约翰超 把前点 球进了 约翰超这个球应该是直接打进了球 阿兰碰到了吗 应该是即使碰到 注意裁判也没示意越位 对 我就说阿兰碰没碰到 约翰超的球本身这个线路就是 应该是没有碰到 这个球应该还是会算在约翰超的头上 同时阿兰也并没有越位 他很聪明这个球发了 阿兰没有碰到 阿兰没有碰到 阿兰 小球到后点 门前有机会打完 球进了 球进了 宝林尿 红翰超的第一下投球被门将严俊领挡出 但是正好挡在了宝林尿面前 哦 后点防守啊 上场漏人了 这个球 这场比赛上不上 已经打进五个球了 五个球了 你还能寄希望于什么比赛比这个更精彩呢 后点 红翰超没有人盯啊 其实高林尿也没人盯 而且没有越位 确实是没有越位 宝林尿甩开了 盯着他的爱哈麦多夫 对刚才约翰超 他第一个表球发的是前点 所以这个球整个上场全都是在前点 小军区付近 我都看到淘宝队本场比赛第一次领先了比分 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就此结束 这是一个不能更精彩的上半场四十五分钟 中超联赛第二十八轮的比赛 广州亨大淘宝和上海上港的上场比赛 现在已经开始了 高林后插上 这球传过来 高林横推到中路 打门 又是阎俊凌 阎俊凌啊 今天真是神了 阎俊凌确实是目前国内最顶尖的门将之一 霍尔克领住 给 这球给的很漂亮 并不愿位 无垒单刀 打门 球进了 又是霍尔克利用自己拿球的能力 吸引对方防线注意力之后送出单刀球 跟上半场给李文君那个球很像 对 再看看这球啊 时间时间 非常好 对 就是传球这个时间 无垒 无垒第一步的调整做的也不错 这球一步就领到了舒服的位置上 第二步就是推 还是霍尔克在这个位置他能拿得住球 那么身后的无垒啊 包括李文君就有前叉的机会 所以他的情绪一定要控制住 宇汉超把前点往后一蹭 这球稍微的偏了一点点 他的远端离住出了底线 三个里传 投球 点还是不错 对 他距离比较远 所以呢并没有造成太大威胁 不得调改霍尔克 打门 霍尔克这个球近距离着上门 打高了 我们看到中国国家队的主帅李皮先生 也在现场观战 奥斯卡 到后点 这球传着漂亮 门前混战 球进了 球进了 这个球很关键 对 79分钟4比3 奥斯卡今天 他其实发挥的不是特别理想 这脚法 传得非常好 扫向门前 这是个乌龙啊 这是个乌龙球 是后卫把球碰进了自家球门 看起来应该是张成林出了这一脚 无顺乌龙 这样的话 恒大应该是被逼上了悬崖 塔利斯卡直接打门 严峻龙 将球扑出 这个球 最后看怎么判 给了点球 给了点球 认为保利尼奥手上有拉人犯规 这球霍尔克真能解 你要说 这个球还不是很 这个判罚的依据不是特别的 对 笃定 而且两个人手上应该说都有动作 这也许就是决定本赛季中超冠军归属的一个进球 现在比赛将打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 这将会是广州恒大淘宝对中超联赛冠军进行长时间垄断之后的一次变革 当然了过去这几个赛季 他们夺冠越来越难 难度就在于像上海上港这样的队伍起来 我觉得对中国足球来说应该也是一件姓氏 是 你毕竟无法让一家俱乐部永远的垄断冠军 有新的挑战者也许也将督促着这个长时间的过去的冠军不断的革新去改变自己 国当队还在努力 裁判给这边一个点球 上海上港也表示不能理解 主裁判他还是比较坚决 对手上动作他要求的很严格 对 面对着本场比赛表现上加的门将严峻龄 阿兰 助跑 打门求进 比分变成4比5 这个大比分 这比赛踢的 进球数太多了 攻入一球 严峻龄这个球还是猜队的方向 7号 阿兰 阿兰的球打的质量很高 角度要的非常丢 本来的想法是要让胡尔科再拖拖实践 在这个时候比赛结束了 比赛结束了 这样的话在第28轮的中场比赛当中 广州风大淘宝队并没有如愿以偿的在主场阻击夺冠的竞争对手上海上港 他们反倒是再送给对方